如果今天有一个高三的学生 他在考学测 有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社会这五科 每一科的满级分都是15级分的时候 他考了国文10级分 他的英文比较好考了13级分 可是呢他的数学比较不好考了7级分 自然呢也略弱了一些只有9级分 然后呢这个社会呢是11级分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他的总级分会是多少呢 他的总级分当然就是把个别的级分加起来 会等于10级分加13级分加7级分加9级分加11级分 所以最后算出来他是50级分 好那这一个五个数字连续相加的算式呢 其实在数学上是有名称的 他就称为极数 OK 这个算式 这个五个数字加在一起的 好这种几个数连续相加的算式 我们的极数的定义就是几个数 好几个数连续相加的算式 几个数连续相加的算式 好所以基本上呢他是一个算式哦 OK连续相加的算式 好再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今天呢 诶我去呃就是一整天呢花了一些钱 比如说早上吃了个早餐100块 中午呢吃了一个中餐150 晚上的时候呢吃了一个晚餐呢200块 最后呢宵夜又买了一个饮料50块 我今天呢就刚刚好花这么多钱 所以我今天总共呢 就是花了多少500元 对不对 而前面这一个算式呢 这几个数连续加在一起呢 的算式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极数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这个极数的意思 如果说呢我们有一个数列AN 我们常常会把它呢 这样子表示出来 就是呢从A1 A2一路呢 到这个AN第N项 可是如果今天呢我要写 这一个数列的总和 那有就变成极数咯 也就是呢我要写成是 A1加A2加A3加点点点点点 加呢到AN-1加到AN 原本的这个逗点 原本是隔开的符号呢 在这边我就变成加起来的算式了 而这整个总和呢我们常常会给它的名称 就是S 然后呢常常这个右下角啊 就会加一个N 也就是呢这个N项的总和 也就是这个极数里面呢 总共有N项 好那这个S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为什么叫做S 其实如果你对英文有一点点概念的话呢 这个S呢它常常代表的是SUM 也就是总和的意思 记得是SUM不是SUN哦 好N是太阳Sun 但是呢这边是SUM OK是这个SUM 总和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代表是N项的总和 好那这个极数的这个算式这样子写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某种程度也可以用它呢来定义 这个AN也就是DN项 我们怎么定义呢 我们可以把AN写成这样子 由上面这个式子 由这个式子 我们可推之 可推之 什么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把AN想象成呢 这个什么东西 是等于两种 一种是它等于S1 什么时候会等于S1呢 就是N等于E的时候 有没有 第一项 这个N项的总和 如果是只有一项的时候 那么呢 S1就是首项嘛 也就是说一项自己的总和 当然就是自己 可是呢 AN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呢 是N项的总和 减掉呢 N-E项的总和 有没有 就是A1加到AN 减掉呢 A1加到AN-E 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把AN呢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定义 但是记得 这个就是N要大于等于2的时候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总和 跟个别项之间呢 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在讨论 极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我们在现在啊 只先讨论 有限极数 什么叫做有限极数呢 这个有限 代表的意思呢 是 像数 是有限的 我们讨论的呢 是这个像数呢 是有限像 不是无限多像 以后呢 我们可能会在高三的时候 讨论到这个 无穷等比极数 OK 那无穷等比极数呢 就是 无限 的极数 也就是呢 它的像数有无限多像 但是它最后 还是可以算出一个数字 但是我们现在呢 只讨论 有限极数而已 好 那这里呢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给大家来看一看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式子 叫做 一减二 加三 减四 加五 减六 它是不是一个极数呢 答案是 它是一个极数 为什么 你不是说 要是连续 相加的算式吗 这边不是一加一减 一加一减吗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加跟减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因为这个式子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看成 是 一 加上 负二 加三 加上 负四 加五 再加上呢 负六 所以呢 这只是 第二项 第四项 第六项呢 是负值 它 还是 一个 极数 是一个 有限 极数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小小影片当中 其实只要跟大家提醒 极数的定义 以及呢 我们会怎么用 s n 这一个符号呢 来表示 这个极数 的总和 在这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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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